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最近會常被問到的問題 就是可能他已經哺乳到 小孩可能五六個月了 然後他覺得奶量怎麼突然變少 那問題點第一個就是 你是不是有壓力 可是你可能不自覺 第二個你的生活作息有沒有改變 第三個的話就是 你的擠奶次數是不是變少了 那你的水喝的夠不夠 那另外的話其實我就會建議你們 可以增加蛋白質的東西 比如說魚湯 牛肉湯 雞湯 有些人可能會吃豬腳湯都是OK的 那最重要就是說其實可以搭配軟鈴脂 軟鈴脂一定要吃 在哺乳過程當中基本上 我們還是建議你要吃軟鈴脂 那我們這個軟鈴脂因為他是多功效 他不是單配方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自己是還蠻喜歡的 所以這個你們也可以考慮 所以如果你突然覺得 莫名其妙的奶量變少 那你就可以思考我剛剛跟大家分享的 那幾個關鍵的點 那如果關鍵的點 你真的有可能真的是某一個點 出了問題了 所以導致你奶量變少 那就請大家再確認一下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然後針對問題去做解決 你的奶量就會有改善 ja 你的奶量會成功 你自己的奶量會結成功 你該確定還是要做的